长青操演将近有6000位官兵参与 南北两军人数相当可观 尤其这是一场边攻防边推进的野战演习 如何搞定官兵三餐大有学问 其中野战厨房就是喂饱部队的关键 一个野战厨房编组虽然只有10个人 但透过标准作业程序 区分为洗菜、剪菜、肉品解冻、翻炒 以及便当分装就可以满足部队的餐饮需求 官职部机部议营夏世吴欣梅表示 过去虽然有过野吹经验 但长青操演不仅是在野外进行 还要一路移动考验比平常还要大 吴欣梅说 我们一路由北部机动到南部 在作业环境相对较差的情况下 场地、吹具受到挑战 水、汉、电也是一大困难 尽管在面对许多困难 我们还是能在全营用餐的时间完成用餐 补优库上校库长方军豪表示 野战厨房如果无法顺利架设 或临时出现运送问题 实情单位也准备加热式餐盒 只要透过水跟石灰的化学反应 就能在10分钟内加热完成 此外还有咖喱鸡肉、红酒牛肉 甚至素食品项等多种口味 方军豪说 所以像外面的料理包的方式 它大概分量就跟我们这边是一样 但我们是更方便 因为要结合野战吹串的一个药理 所以呢 他今天我们怎么放水 就是也怕他们外面没有水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最简便的方式来提供热能 野外灌洗也是重大考验 为此国军准备野战沐浴机 半小时内就可以架设完成 透过燃煤机加热5分钟 就可以提供45度的温水 以每人10分钟来计算 一套机组运转8小时 可提供960位官兵監洗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萧照平采访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